人生是一场追求,也是一场领悟,世上没有不满的路,人间没有不屑的花,有一颗洒脱的心,你会更快乐,有一颗求行的心,你会更智慧,尽品岁月风雨,但都时光苍麻,心如莲花香,一路才芬芳,人生的旅途没有完美,曲折亦是风景,看破了,空尘老师不过是云烟,人走了,就别的流浪, 再留下,也不是原来的感觉,请没了就别回味了,再回味,也不是原来的心情,慢慢的都会远,渐渐的都会带,人生的旅途,没有人是应该要陪你走到最后,不止的活在过去,就像是倒就走路,永远会错过前方的风景,一定要明白,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追寻一种状态,一种自我的满足感和幸福感, 不要害怕什么,这世上可控害怕的是太多了,你是害怕不完的,有事情,就解决,不能解决,那就拉倒,千摇太远,一生太长,花期涂迷,也抵不住温雅时光,别人想什么,我们控制不了,别人做什么,我们也抢救不了, 唯一可以做的,就是尽心尽力做好自己的事,走自己的路,爱自己的原则,好好生活,即使有人亏待了你,时间也不会亏待你,人生更加不会亏待你, 善待别人,就是善待自己,并没有什么东西是永远属于我们的,生命中就好像旅行,也许在旅程中,我们会拥有某些东西,但是终究不能带走它,有没人爱,我们也要努力做一个可爱的人, 不埋怨谁,不嘲笑谁,也不羡慕谁,阳光下灿烂,风雨中奔跑,做自己的梦,走自己的路,不相信因果的人,就会怨天尤人,明白了因果道理,就会知道各有因缘莫现人,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因缘,不必须羡慕他人,命运可以由自己来改造,因为人生是无常的, 我们要记住,今天的皇帝,也可能是明天的囚犯,今天的富翁,明天可能成为乞丐,而世间的许多荣耀,都是昙花已显,护眼云烟,不要等丢失的时候才知道珍惜,不要等后悔的时候才知道做错,不要等争吵的时候才知道和解,不要等委屈的时候才知道朋友,不要等错过的时候才知道回头, 不要等离开的时候才知道思念,人生苦短,幸福不易,珍惜眼前的人,做好当下的事,任何伤口一旦留下,就永远是个吧,多活一点给自己看吧,很多人是与你毫不相干,人生百类,起碎了,落幕百华,但日真,人生一路,一步有一步的风景,一生有一成的感悟, 不论时光如何流转,有些东西不会改变,那就是最美好的追求,对真情的渴望,给自己一份淡然,珍惜当下,一生无悔,岁月如同握在手中的细纱,总是会从指尖偷偷地滑落,它恰如生息,却总能留下一些不易觉察的痕迹,不经意间, 人们在时间的河流中,以各自苍牢,才发觉在这生,老,殿,死的轮回中,无论是得到的,还是失去的,都与自己越来越远了,走远的的人们孤单不再回来,盛在的人们何不珍惜当下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